国界来关注是黎巴嫩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是不是终于收到成效呢 因为之前的好几波攻击呢 都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给挡了下来 不过呢这一次似乎是终于打到以色列的痛处了 这一波的攻击呢是真主党呢 他们锁定以色列的第三大城海法来做的火箭弹的袭击 那确实呢根据当地的情报 其实有好几种的建筑物呢都被破坏 那还有民众呢是被这个碎片给击中 甚至有人呢他是这个被掉下来的窗户呢给打中 那估计有大概多达十个人受伤 那确实呢以色列方面也说呢 他们其实呢有感染 而有感应到呢说这个火箭弹的攻击 事先呢就有收到了这个情报的通知 也赶快来做拦截 不过没有办法全部都成功拦截 还是有好几枚呢落地了 所以等于这一次呢对方所发射的这个法迪一号的导弹 接下来的这个火箭弹攻击呢都有几重要害 那呢这也是双方发生冲突以来第一度 真主党呢他们的炮火首次来打击到以色列的境内 也代表说呢铁琼我们常听到的这个防空系统 它毕竟还是有漏洞的 所以这一次呢就被真主党给逮到机会了 不过呢对乙军来讲他们有很多条战线 所以现在呢当然被真主党攻击 但是之前呢在这个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轰炸 目前呢仍然在持续当中 这个部分是丝毫都不能够落下跟放过的 那黎巴嫩卫生部做了一个统计呢 说过去这两个礼拜已经有超过1400个人丧生死亡了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很多的 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今天已经是10月7号了 那在一年前当时也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爆发冲突的日子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365天就这样子过去了 那双方仍然在对峙当中 所以现在呢乙军说他们希望能够呢 把这个火力加强到在这个以色列南部的社区跟加萨走廊 这个地方部署了更多的军队 希望能够做比较完整的保护 那另一个动作就是呢 他们也部署了三个师 一部分是希望能够呢摧毁这个恐怖分子的基础建设 再来就是呢哈马斯的整个组织能力现在还是很强的 所以他们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更完整的军力 更多的人力部署呢 尽量呢再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 那对真主党他们一样也是不手软 还在穷追猛打 那真主党好几位领袖呢都遭到这个暗杀之后 其实组织已经内定另一位领袖呢来接任 他的名字呢叫做卡阿尼 不过呢乙军呢最近又发动了一波攻击 而在空袭之后卡阿尼就应许全无 至今还是生死未卜 以哈冲突满一周年前性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再度遭到乙军的空袭 深夜大爆炸 贝鲁特居民从地面上拍熊熊大火 光是周六晚间至少有八起空袭 其中一个爆炸地点还非常靠近一间饭店 乙军的目的就是要猎杀真主党的领导层级 最新的波炸的侦领袖 对哈尔布拉在沙拉尔 反正就说哈尔布拉说 它现在在一部的空袭 近海法 正主党二把手表弟萨法丁 生死不明下一个换他 他是伊朗圣城部队的指挥官卡阿尼 负责革命卫队海外特种任务 以及联络其他的代理人 甚至传出在纳斯拉勒死后 他才是内定的正主党继任领袖 他在九月底前往黎巴嫩 不过上周五 乙军空袭之后就音讯全无 另外还有哈马斯在黎巴嫩的 卡桑旅指挥官阿里 乙军也宣称击毙了他 卡阿尼恐怕步上他的后尘 西方就怕冲突会扩大 法国宣布停止向以色列输出武器 只是纳坦亚胡跟马克宏通过电话之后态度还是很强硬 还说对停火有了新想法 但是具体内容没有告知西方 与他冲突已经打了整整一年了 过去这12个月都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带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先把时间往前推到一年前的10月7号 当时哈马斯呢突袭了以色列 让以色列是措手不及 而瞬间全国就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过了没几天到13号呢 以色列也正式的入侵加萨 也敲响了呢这个战争的这个开打的这个警钟 那甚至呢到一路呢10月份到11月份 双方其实你来我往 但是呢毕竟在很多的国际社会的期待之下 开始讨论有没有机会呢 看看停火或者是呢 交换囚犯双方都各退一步 不过经过了一两个月的努力呢 还是没有办法 那一路到了12月份 当时呢这个是位在加萨南部最大的城市甘尤尼斯 这里呢乙军他们也正式的展开大规模的地面进攻 所以等于让整个战事的范围呢就变得更大了 而从10月份一路到去年年底 其实当时呢叶门的胡塞组织 为了要来反制以色列呢去侵犯哈马斯 所以其实他们一直在攻击经过红海的商船 所以闹了这好几个月呢 到了今年的1月初的时候呢 英美其他西方国家实在忍不住了 认为必须要给胡塞组织呢一些教训 所以呢也攻击了这个燕门的胡塞组织 所以呢我们这边特别列出来 这个是呢影响到很多的这个全球的经济活动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甚至一路到4月份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 当时呢是伊朗也被卷进了 整个中东的冲突 也让整个局势的这个紧张气氛呢 是达到了最巅峰最高点 不过隔了一个月呢 在5月份当时好像看到了 一丝丝和平的希望跟曙光 因为呢双边在埃及的谈判 好像有了初步的成果 当时很多人呢是涌进了这个 附近的城市拉法 在这边呢大肆的庆祝认为呢 战争终于要结束了 结果没想到过了没多久 以哈双方又宣布说呢 这个谈判其实呢 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认为呢对方好像都有一些 在好像要给对方难看这样子的意味 认为呢这个所谓的和谈 根本就是一个轨迹 所以呢乙方再度对这个城市展开了空袭 那甚至呢难民营也变成了一个 这个空袭的锁定的地点 甚至也引爆了很多人道危机 相关这样子的争议 那到了7月底的时候呢 外界开始在猜哈马斯是不是势力开始变弱呢 因为当时他们的领袖呢就遭到了暗杀 那甚至呢一路到9月中旬 在上个月大家印象很深刻呢 是黎巴嫩又变成以色列新的一条战线 因为接连爆发了这个呼叫器跟BB Code的 大规模的爆炸攻击事件 所以这一年多来呢中东局势呢 是不断在升温看似降温结果又升温 这样子的循环里面 那打了这么久 其实最无辜的当然就是老百姓了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来看看死伤人数到底有多少呢 以以色列来看的话呢 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 1200人丧命97个人被俘虏 那在巴勒斯坦呢 哈马斯的部分呢人数更多 加萨走廊其实已经超过了4万多人丧命 这边的数字是4万1000多人 那受伤的人呢正是高达了9万6000人 那至于在最新的黎巴嫩的战线的部分呢 则是有超过将近2000个人丧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战争是非常非常无情的 所以最近呢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 有一个通话 那马克宏就说他认为呢 打了这么久停火的时刻 其实应该已经到来了 没有任何的余地再继续打下去 不然对双方来讲都只是两败俱伤而已 那这不单单只是马克宏的呼吁 其实呢全球有很多城市 越来越多示威民众都有上街头 希望尾巴双方能够停火 火光四射炸响黎巴嫩首都被鲁特夜空 以哈冲突满一周年前夕 战火越演越烈 周六以色列猛烈空袭被鲁特 市区接连传来爆炸巨响 烟雾笼罩高楼大厦 真主党也迅速展开反击 以色列第三大城海发空袭警报大作 爆炸瞬间火滑四箭 一栋住宅大楼被真主党火箭袭击 建筑碎片 波及夺两汽车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真主党这波空袭造成使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随后赶往以离边境视察 紧张局势一路攀升 以色列南部贝尔谢巴公车总站 还发生枪击 地面血迹斑斑 警方研判可能是恐攻 一名富人重弹身亡 还有另外十人受伤 枪手是少数族裔 贝都英人当场就被击毙 国际间对以色列的谴责 再度涌上街头 法国巴黎以及德国柏林 都出现示威潮 一边呼吁释放人质 一边要求假萨停火 男半球也有抗议声浪 数千人高喊口号 挥舞黎巴嫩与巴勒斯坦国旗 根据加萨卫生部统计 战争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万 即将借满一年的以哈冲突 依旧没有罢休 TBN新闻综合报导 那第一场战争 恩乌战争打的时间 当然就更长了 从2022年一路到现在 而俄军发动最新波的攻击呢 他们靠的是无人机战术 这次锁定的地点呢 一个就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那另一个呢 则是在比较偏西南边的奥德萨 而在奥德萨这里呢 有一些零星的伤亡 还有像是仓库啦 或是呢这个卡车 毁损的情况发生 而乌克兰空军做的统计就说呢 俄罗斯这次的攻击 总共是祭出了 八九十架的无人机 那他们当中有五十六架 是被成功击落的 整个空袭呢 维持了好几个小时 但幸好呢 他们的这个防守的军力 还是有办法呢 不让无人机来做全面的入侵 不过打到现在很多人都在猜呢 是乌克兰真的顶得住俄罗斯的这样子的兵强 马壮这样子强大的军力嘛 我们来看这事是加哥大学的一位学者 他做的预测 他说呢 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呢到了2025年 乌克兰应该非常难以撑过去 可能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呢 这场冲突就会彻底的画下据点了 原因在于呢 他觉得乌克兰现在失去的领土越来越多 就算你撑到最后的话 你的领土已经大面积的都被对方给占领 你已经变成一个残存的政权 在整个这个政治上来讲呢 几乎是功能失调的 所以对乌军来讲呢 这个时候好像呢 除了这个投降之外 其他的选择其实并不多 所以或许呢 乌克兰很难继续把战争拖到2026年 而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呢 恩乌战争打到现在 其实某种程度呢 是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大陆的怀抱 双方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就是呢希望在全球的合作范围之内呢 可以阻止美国的步伐 所以中俄双方都将美国视为对手 未来会攜手来抗衡 另外是在东亚事务上呢 当然其实呢 俄罗斯会尽其所能来帮助中国大陆 在冲突当中呢能够来战胜美国 所以只要呢 美国仍然是他们的这个剑靶跟对手的话 两边的利益就会被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那至于乌克兰我们说撑不过2025 但或许对俄罗斯来讲 2025应该也是一个坎 他们虽然在军力上呢 没有乌克兰这么捉襟见肘 不过在经济上呢 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就是来自西方的制裁了 这是另一位瑞典的经济学家做的预测 他说呢 你们看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俄罗斯不断在对外说 你西方制裁我是让我们国家变得更强大 让人民变得更团结 好像不把制裁当做一回事 不过普京一边这样的讲的同时 一边也呼吁呢 说不要再制裁了 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所以他认为呢 其实我们来看经济数字呢 这个理论就变得更加的准确 因为呢在经济上俄罗斯的GDP从战争打到现在 每年的减少的幅度都有2%到3% 那另外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能源供应国 不过因为战争不断在打 所以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准时的去交付一些 本来要给其他国家或是组织的能源 已经损害他做生意的信誉 那再来就是呢外汇存底有超过半数都是冻结的 所以这个状态如果一路要延续到2025 2026的话 对俄罗斯本身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消耗 所以其实呢乌克兰的军情部门截获了俄罗斯内部的文件呢 也有分析认为呢 也许会因为经济上真的压力太大 所以克里姆林宫在2025年底之前 可能就会希望来向乌克兰求和 当然这个前提是乌克兰也撑得到那个时候的话 那剧本可能就会是这样子走 但对乌克兰跟俄罗斯双方来讲 一方可能有这个领土或者是冰原军力的问题 另一方呢还是有经济议题上需要做多方的考量 但是战争拖得越久 对西方国家的这些北约国家来讲 看了也觉得很紧张 大家都希望赶快结束 那像瑞典呢他三月份才刚刚加入北约 那最近就宣布呢他们要派出第一波的这个军队 到拉脱维亚去驻扎 来协防北约的盟国 2024年3月7日 瑞典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会员国 10月4日宣布要将军队送过波罗的海 600名瑞典军人 2025年将驻扎在拉脱维亚的北约基地 拉脱维亚有相当长的边界与俄国和白俄罗斯接壤 该国与邻近的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二战期间都曾遭苏联并吞 今年1月也有共识 波海三国要共同兴建掩体与通讯网路等防御设施 不过9月8日 俄军无人机就在拉脱维亚境内坠毁 这让波海三国更加紧张 不到一年时间 瑞典决定打破200年来的不结盟原则 并在加入北约后火速派兵海外 600人的装甲地面部队 包括义务役与职业军人 表面上北约各国都说力挺乌克兰 其实是唇亡齿寒 又怕北约被卷入战局 尽管新上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 轻访基辅重申挺屋 还谴责中国 乌俄两军各自声称有斩获 乌克兰东部守军战情告急 俄军以十倍的弹药优势 逼退阵守乌东战略重镇 狐利达尔的守军 掌控乌克兰近五分之一的领土 俄罗斯国防部更声称 10月4日在盾内刺客附近激战 造成乌军400多人伤亡 使多辆装甲车遭摧毁 不过乌军仍在40公里外的赛利多夫 顽强抵抗三面来袭的俄军 希望守住盾内刺客尚未实现的国土 8月初杀入俄国境内的乌军 也依然在恶近库尔斯克 距离莫斯科不到400公里 占领了850多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 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成绩显然没让普京满意 8月底时普京要求俄军 10月1日前将入侵乌军赶出国境 但10月7日普京72岁生日 他期待的礼物显然跳票 乌军参谋总部表示 近日在战场上使用风暴阴影导弹 摧毁俄军指挥所 乌军情报单位表示 10月4日在被俄军控制的 扎波罗热核电厂成功用汽车炸弹 惩罚一名乌克兰籍员工科罗基特 因为这名电厂高层过去就是恶碟 电厂被俄军占领后 更交出不挺恶国的员工资料 协助镇压自己人 行程对比的是乌军第65独立机械旅 同样在扎波罗热地区 戴号舒斯特里 29岁的机枪手 已经驻扎在此地两年多 战前已退役的他自愿载入伍 过着被无人机追杀 也猎杀敌人的战场生活 战火中的第三个冬天要来了 许多乌克兰人更加怀念过去的岁月静好 乌克兰记者跟随这对不想离开家乡 赫尔松的老夫妻 冒着被炮击的危险 在破败的市区寻回位时 被主人留下的宠物狗 赫尔松地区的蒂涅伯罗这个街区 他们记得乌军光复赫尔松时的开心 记得恶军炸毁水坝 家园被淹的惨况 可怕的现况与记忆中的美好重叠 10月4日恶军炸毁附近的天然气站二死六伤 但老夫妻在生活一辈子的城市 依然依依不舍地每天巡行 只为多看一眼老友和老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倒数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那会不会在10月份上演所谓的October Surprise 10月惊奇呢 就是很有可能 怎么说是10月惊奇呢 因为每选都是在11月举行 那选前的一个月10月份 其实往往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都会牵涉到最后选情的发展 所以呢 美国的政治史上 一直有10月惊奇这个说法 我们先来看是最新的民调数据 就可以看出来 10月惊奇呢 或许不会让大家太意外 目前呢 你在美国的这边 把大家整理出的八个摇摆州呢 现在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是各有领先 比如说呢 在这个威斯康星州的部分呢 贺锦丽领先的幅度是最大的 有1.3% 不过威州这个地方其实呢 问题也是最多的 因为过去几次的选举 可以看到他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跟 选前的民调预测呢 落差其实都一直蛮大的 那密西根州呢 则是0.2个百分点 宾州呢 则是0.8 那另外就是这个内华达州 贺锦丽也有领先到两个百分点 而至于川普领先的州呢 看起来幅度更小都不到1% 亚利桑那 百分之0.8% 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嚼治亚的部分 其实呢也只有百分之0.7% 所以整体看起来贺锦丽还是稍微占上风一些些 因为全国的民调呢 他大概领先的幅度呢 是在百分之3.4到这个4个百分点之间 不过这个民调我们毕竟讲他只是参考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会有变数的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威斯康星州这个地方呢 呃其实他的民调数字呢 是在打一个问号 现在看起来领先 但是最后呢 选民的投票意向可能一瞬间就被改变了 那至于宾州的部分 这个地方之所以要特别关注的是 他的选民结构呢 其实贺锦丽他一直吸引到就是 比较富裕自由派的白人 还有他本身跟这个他的协同有关的非裔的选民 那至于川普的部分比较吸引到农村地区的保守派 所以两个势力呢 在这个地方不断做拉扯 那宾州这个地方选举人票又特别的多 总共有19张 不是全美最多的 可是呢 也足够剧烈跟大到影响整个选情的发展 所以BBC呢 也就提到了 现在看起来呢 民调咬得非常紧 都会有一些翻盘的可能性 那另外还要考量的是 最近在美国社会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包括像是呢 飓风的灾情 我们知道海伦飓风席卷了美国的东南部 像佛罗里达州啊 乔治亚州等等的都是重灾区 那尤其乔治亚又是呢 这一次的这个重中之重的摇摆州 所以双方可能会针对一些这个救灾经费 有没有妥当运用 来做很多的交锋跟讨论 那再来就是中东局势的部分了 不用说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以色列要去打伊朗的石油设施 那打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油价呢 中东局势也会推升呢 美国人民他们在评估这位领导者 有没有具备足够的手腕跟能力去 在整个中东局势上做很多的斡旋跟协调 所以也会冲击到选举 那再来就是经济数字了 美国人都希望呢 通通不要再继续升温 能够稍微降低一些 那最新的就业数据显示呢 这个成长还是蛮强劲的 失业率不断的在降低 但是有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 特别是在呢这个农村地区的去工业化 这个部分呢 很多人还是对于呢 未来这个民主党要怎么做 打上一个问号 过去这几年做的好不好呢 好像也是公道自在人心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那再来就是国会暴动案了 其实呢 关于这个暴动案 因为官司一直在打 不过最近很多人就挖出来呢 这个暴动案很多的一些新的证据 有人就提说 其实川普在这个案子里面的身份是候选人 而不是真正的总统 所以呢 不应该享有豁免权 那这样的进展会让很多人不断去回想 当时呢 整个暴动案的一些细节 所以相对对川普来讲 不是这么有利 反而呢 贺锦丽呢 可以稍微 他的形象会正面一些 那当然川普现在在打的这个 选举的策略 好像走的是一个恐吓的路线 像最近他就告诉选民说呢 如果贺锦丽真的当选的话 那可能会是美国人最后一次投票了 至于美国大选倒数30天 川普在威斯康星州造势 又打出恐吓牌 他说如果贺锦丽当选 这恐怕是美国人最后一次投票 如果你再多4年 你可能会不会回复 实际上 我会说 有些人说 我觉得很严重 但是我可以明白 有些人说 你会不会再次选择 还说如果贺锦丽当选 美国将变成打了 类库存的委内瑞拉 经济越来越差 苦日子过不完 川普的另一半 梅兰尼亚在堕胎议题 喊她唱反调 她上福斯新闻 说明她的立场 在多胎议题上 明显赚上风的贺锦丽 批评川普的反多胎立场 等于是在惩罚女性 这一样的人说 女人应该要被罪 罪了 这一投票日 只剩不到一个月 CNN把摇摆州的最新民调 换算成选票 来估计两人 可能拿到的票数 得到的结果是 贺锦丽超过270票门槛 拿到276票 川普则是拿到262票 如果民调准确 贺锦丽有机会当选 TVN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中国大陆 十一长假已经要结束了 那明天呢 生活恢复正常 所有的这个各行各业呢 正是再度踏上了这个运转的 这个整个状态 那甚至呢 股市交易也要恢复了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呢 其实在9月底的时候呢 当时大陆的金融三巨头 包括央行 金监总局跟证监会呢 他们做了一个记者会 里面就强调呢 要推出非常多的政策 来刺激大陆的股市跟房市 希望能够带动整个市场的经济 当时呢 这个政策一推出之后 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成效 所以股市呢 不断的在上涨 甚至有人说呢 这可以用一个 这是一个笑话 用一个词来形容呢 叫做武则天守寡 这就是失去理智 此理智非彼理智 不同的字 但就是一个谐音的梗 来形容说呢 大陆的股市好像真的涨疯了 已经完全完全的失控 那现在很多人在关心的是呢 过了一个十一长假之后 现在明天10月8号 再度恢复交易会不会再延续之前这样子热络的状态呢 所以很多人在猜呢 是这个发改会 发改委 他们明天呢 又要揭示呢 一波的这个力多 里面会不会提到呢 哪些比较具体的政策跟方针呢 那在记者会之前呢 他们有透露一些讯息说 主要呢 他们会要曝光很多的这个增量政策的情况 毕竟希望现在整个市场上 如果在十一长价前是好的的话 希望能够延续这样子热络的表现 能够像之前一样去激励这个路股港股反弹飙升 让表现一路的热络下去 那到底明天这个开盘之后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 很多人开始做预测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者任泽平 他就发文来做了一个预测 他说呢如果要看A股的话 他觉得明天肯定是开盘及收盘 大家可以早早下班啦 不用这么努力 不用一直在盯盘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觉得呢 其实呢 或许明天一开盘就会直接涨停板 没有任何操作的空间 所以还是呢乐观来看待 这个明天10月8号整个大陆A股的情况 那我们看到完 看完股市的部分 再来看就是房屋市场了 其实十一长假呢 有这个很多的房仲业者就观察到呢 房市的交易特别热络 特别是在购物的政策放宽之后 很多人把握放假的这个机会跟时间 来去看看自己心仪的房子 就像深圳的这个房仲业者就说呢 从早忙到晚 没有一刻休息 接单接不完 十一长假 广东深圳一家高级住宅的预售屋现场迎来看污人潮 半年一点都还要找我们签合同的 从早上一直做到晚上两三点 就都一直在签单 签成功能应该大概快十单了 然后我们一般按平时来说的话 可能一天也就是三到五单 镜头转到广州 取消当地和外地民众的限购政策后 点燃了刚需民众的购房热情 现在在广州的一个房价 是处于一个较低的节点 所以我们也是想赶在这个节点上 来就是看一下 如果有合适的话 我们也会直接进行的买卖吧 中古屋市场也活络了起来 跟着房仲 我们前往深圳一处社区 看王太太刚刚贴出来的屋子 感人就政策了 你看到了一波接一波看了 屋子小麦四年都没卖出去 现在终于迎来机会 但比起最高点还是打了八六折 跌了 以前这个卖三千万的 三千三就楼上卖到 最高点 那是最高点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 大陆未救楼市一夜转向 调控放大招 目的就只有四个字 指叠回稳 10月开始 广州结束了14年的限购历史 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市 限购也松绑了 大陆一线城市的房价 很有可能率先止跌 而不少城市的房东 甚至出现了连夜抬价的情况 我们这几天接到的电话 都是希望我们回调一下价钱 我们这边的单价大概是10万15万左右 是比较繁华的低 那现在业子会要求回调50到100万左右 房市也带动了资金 蜂涌至大陆股市 十一长价只修饰一天的港股 涨势凌厉 恒生指数冲了两年半的新高 接下来就看长假过后的入股 累积七天的能量能否迎来开盘红 TVB的新闻谢贤熙 陈向如广东报道 进口转到日本来关心 日本的上班族都吃什么样的午餐 午餐又花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这份调查呢 就显示其实很多的日本上班族说呢 他们其实为了要多省一点钱 几乎呢选择不吃午餐 有百分有百分之二十五 大概四分之一的人说呢 干脆曾经直接就不吃了 那当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又说 甚至一个礼拜会有两天选择不吃午餐 那至于吃的人呢 他们花钱其实也是斤斤计较 不敢花大钱的 这份调查里面显示他们平均呢 午餐的花费只有424日元 台北大概94 95块 比你想的可能还要少 可能在台北市 如果你在这个信义区啦 内科上班可能94块 吃不到什么这个吃得饱的 呃菜色比较澎湃的便当 那424日元呢 这个数字跟前一年相比 其实有稍微增加 大概24日元 不过这个部分也不是大家说 荷包很满 所以多花一点钱 主要还是呢东西变贵了 所以不得不多花一些 那大部分的人说可能外食比较贵 那不想要花这400多块日币 不然就自己带便当吧 所以蛮多人的反 回馈也都是说午餐呢 还是希望以带便当为主 毕竟呢比较省钱一点 也相对呢比较健康 所以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午餐一定还是要吃 为了省钱如果牺牲掉健康的话 其实蛮得不偿失的 因为研究也显示呢 如果你中午没有吃饭的话 你到整个下午还是要工作 但是你的这个注意力会下降 比较没有办法这么集中心情 甚至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烦躁 所以可能影响到你的同事 你的主管 你手边的任务 也没有办法这么如期的来交付跟完成 所以午餐呢再怎么样要省 金打细算一些 但是还是要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再来看呢 另外一个比较沉重的议题 也是关乎健康 这跟城市的规划有关系 这个是呢印尼的首都雅加达 印尼现在打算要迁都了 主要是因为呢 雅加达这个地方 它是印尼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人口其实甚至有达到千万 不过城市规划呢 一直有一些地方 其实不太完善 所以导致呢 空气品质还有水质都不佳 甚至呢 当地的民众呢 长期在抽取地下水 所以更大的面临到的危机就是呢 雅加达它的地表 已经在加速下沉 破败的混凝土建筑泡在水中 外墙的斑斓色彩已不复见 印尼雅加达北部 知名的瓦拉杜纳清真寺 二十年前因为地层下陷 被逐渐上升的海水吞噬 而景陵海岸堤防后方 只剩下荒地 一座座废弃工厂 和搬不走的市井百姓 这里每次暴雨涨潮 海水便会倒灌 积水难消 不久的将来 他们或许得远离家园 另觅其身之所 住在雅加达北部沿海 居民超过八万人的 稠密地带 六十三岁的渔民 萨姆西刚结束工作 准备回家梳洗 不过转开水龙头 却没有源源不绝的 干净水源 想办法到处买水 成了萨姆西和邻居们的日常 雅加达自来水管铺设率只有六成 民众多半靠抽地下水自久 住在雅加达自来水管铺设率只有六成 十年的印尼华侨洋翠源坦岩 即使有自来水 水质也严重污染或供应不稳 抽地下水的情况相当图片 我觉得这几年印尼政府 其实有满致力于 就是在改善水源 那最近这几个月 我满多朋友 他们家也都实施限水 因为就是自来水公司 他们就突然说 我们要改善这边的水管 然后清水淤泥 然后一次就突然就是停 限水个三天到一周不等的时间 但这也是蛮扰民的 然后限完水之后 来的水其实一开始都是很多泥沙 像我们娘家也是住house 我自己是住apartment 据我所知这两间 就是house跟apartment 其实都是抽取地下水 不然其实一般的水 我们是不敢用的 然而较浅的寒水层已经枯竭 越挖越深 恐怕加速地层下陷 形成恶性循环 印尼万龙理工学院 2018年曾发表一份调查 发现雅加达北部 过去十年内 共下沉2.5公尺 预估2050年前 大约95%的北部沿海土地 都将被海水淹没 成为全球消失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不仅如此 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雅加达 受发电厂工业排放和垃圾焚烧等影响 也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际都汇区 雅加达历史将近500年 人口超过1000万 包含周边卫星城市 人口更多达3000万 由于基础建设跟不上 又缺乏城市完善规划 因此长期面临清洁水源匮乏 住房不足 废弃物管理不善 交通拥塞和严重空污 眼看成俄难解 印尼总统佐科威干脆砍掉重练 2019年宣布迁都 将新首都移往婆罗州 距离雅加达1400公里 航程约一个半小时的丛林 努山塔拉 由于婆罗州少有地震 又没有火火山 可远离海啸等天灾威胁 加上印尼超过60%的人口 大约2.6亿人都集中在爪哇岛生活 迁都既能减缓人口过多压力 还平衡了城乡发展 可说一举数得 10月即将卸任的佐科威 7月底与夫人搭乘专机 抵达新首都 佐科威一身静装 带领摩托车队横跃崭新的大桥 进行剪彩仪式后 象征性的在新办公室里开始办公 即使努山塔拉依旧人烟稀少 仿佛大型工地 佐科威仍坚持在新首都 举办首次内阁会议 并庆祝79周年独立纪念日 他刻意留下的政治遗产 能否让印尼在2045年 独立100周年之前 实现先进 公平 繁荣愿景 还有待实践证明 后来看是越南跟中国大陆的冲突 越南的渔民控诉 他们在南海的西沙寻岛海域捕鱼 结果被中国大陆的船只给包夹 中方的执法人员甚至拿铁棍 对他们冻出抢走他们的渔货跟设备 让他们损失大约台币65万元 不过最近中方是公布了一段画面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们说是越南渔民先挥刀 才会导致冲突爆发 我们船现在已经抵达了冰煤炭的西沙 发现了一艘越南渔船 两艘中国大陆海警船包夹一艘越南渔船 事发在上个月底的南海西沙寻岛海域 双方人员都手持长竹竿 越南渔民试图用竹竿阻止中国大陆执法船靠近 根据越南媒体报道 越南渔民指控在南海捕鱼 被中国执法人员持铁棍痛殴 逼得船员向中方下跪求情 但是被外界视为大外宣平台的中国智库 南海战略感知公布中方视角画面 反控越南渔民挥刀砍断绳索 阻止中方人员登船 并导致两人受伤 南海战略太细感知质疑 越方人员并不是渔民 说他们显然经过训练 并且用长竹竿 鱼叉和开山刀发起攻击 越南外交部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 北京则称越南渔船非法进入海域 现场操作专业克制 而北京的野心不止在南海 中国大陆海警船首度进入北极海 跟俄罗斯海警展开联合巡航 从舟山出发到俄罗斯短暂的停留之后 一路北上到达了美国的阿拉斯加附近 这等于是在说 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 不仅能够突破你的第一岛链 而且还能在突破岛链以后 再航行几千海里 一直走到北冰洋 中国大陆官媒宣称突破封锁 远洋护航 不过整个过程 美国海岸防卫队都有掌握 而且华府制库认为 中国在北极的活动 将增加真正靠近北极的美国 加拿大 挪威 丹麦等北约成员国担忧 未来加强合作 TV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非常积极在推动一带一路 当中也包括在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 不过当地有一个叛乱组织 他们反对这项计划 所以在巴基斯坦南部最大的机场附近 发动了攻击 引爆了土质炸弹 击中了一家中资企业的车队 也造成了两名大陆公民身亡 火蛇吞噬多辆汽车 周遭烟雾弥漫 陷入一场混乱 救护车接连载走伤患 招火的车辆被烧到 只剩骨架 巴基斯坦最大陈卡拉茨 当地时间6号晚上11点多 传出爆炸巨响 中资企业卡西姆港 发电有限公司车队 在珍娜国际机场附近 遭遇恐怖攻击 巴基斯坦叛乱组织 毕入之解放军 疑似反对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计划 针对大陆公民袭击 毕入之解放军声称 是利用车载检疫爆炸装置 撞向离开机场的中国车队 导致两名陆籍人士罹难 一人受伤 还有多名巴基斯坦人伤亡 大陆与巴基斯坦合作的 中巴经济走廊 是一带一路提倡的关键项目 毕入之解放军指控中国 协助巴基斯坦政府 剥削当地资源 才会出手攻击 大陆驻巴基斯坦使领馆 强力谴责这是恐怖主义行动 呼吁中国公民 随时提高警觉 注意自身安全 另一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陷入动荡 上千抗议群众站上街头 要求释放巴基斯坦前总理 伊姆兰堡 警方封锁伊斯兰堡 封锁手机服务防止集会 并向支持者发射催泪瓦斯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表示 已经多达85名警察受伤 整座城市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伊姆新闻综合报导 大陆观光客呢 很喜欢到泰国清迈去旅游 不过清迈呢 在最近爆发了50年来 最严重的洪水 不少大陆籍游客受困在饭店里面 那后来呢 是乘坐军用卡车 才离开淹水的区域 那至于台湾呢 其实最近是有一个旅行团 受困在当地 不过幸好全数都已经平安返台 水深已经达到成人胸部 大象行走在淹水区域游刃有余 因此泰国大象成为受困游客居民的救生艇 泰国北部的清迈 因为连日暴雨 发生50年来最严重洪水灾情 从3号开始洪水淹进市区 当地政府出动军用卡车 在4号5号之前将游客分批撤离 一名来自杭州的游客 自拍他们搭乘军用卡车逃难的过程 卡车行进之处一片泥水汪洋 甚至游地方水淹约两公尺深 因为清迈是旅游胜地 不少国际饭店 包括周济 万豪 香克里拉的一楼 也被积水淹了大半 不止陆客 传出多国超过500名游客受困清迈当地饭店 我国交通部观光署表示 台湾有异旅行团短暂受困 目前该团已经结束行程搭击返台 TV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收看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的话 邀请您赶快拿起手机 帮我们按一下订阅跟分享 或者您是用电视机收看的话 一样可以在手机聊天室里面 留下您对新闻的想法 来跟大家做互动 那马上再来关心 这位焦点人物是美国的前纽约州长帕特生 他竟然被人攻击 原来他的继子 之前阻止了一群青少年爬墙侵入民宅 结果对方心声不满 就侠怨暴富 趁他跟他的继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呢 偷袭攻击 导致他的脸部跟肩膀都被打伤 那继子的嘴唇甚至还缝了五针 一群年轻人站在前纽约州长帕特生家门口徘徊 等待父子两现身趁机动手 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人行道拉起封锁线 警方持续拍照采集证据 周五将近晚上八点 帕特生二十岁的继子石里华 独自一人出门遛狗 发现一群年轻人正在攀爬第二大道 一栋大楼的防火梯 试图入侵民宅 他警告对方再不离开就要报警 时隔四十五分钟之后 帕特生与继子一起出门散步 就被这群青少年攻击 帕特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市长州长 打斗当下继子挺身而出 嫌犯还是逮到机会偷袭帕特生 记子石里华身上多处瘀青 下唇受伤逢了五针 他的身父是前共和党市长候选人 以及守护天使组织的创办人 听说儿子遇袭反击 称赞他勇气可嘉 纽约警方指出嫌犯共有四男一女 帕特生近年来曾为犯罪问题多次发声 甚至严厉批评曼哈顿地区执法人员 未能履行职责导致嫌犯逍遥法外 尽管共和党人经常将社会安全漏洞 怪罪于是民主党执政不利 但帕特生强调并不希望这次袭击被政治化 TBN新闻综合报导 国际最新消息 要过九十岁生日的日本上皇后美智子 今天上午呢 金船在居俗里面跌倒受伤 经过诊断呢 确定他是大腿骨折 明天早上将会来紧急动手术 而全日本的国民都非常关心他的健康状态 再来看是南韩前总统文在寅的女儿 竟然涉嫌酒驾 她是在星期六的凌晨将近三点钟 在离泰院的闹区开车 闯红灯甚至呢 还跟一辆计程车发生了纠纷 警方做了酒册发现呢 他的酒精浓度 酒测值高达 0.149% 而这已经几乎到达可以吊销驾照的标准 市区十字路口人车繁忙 照市驾驾身份被起底 原来是前总统文在寅女儿 文多惠 喝酒后走路 遥遥慌望 还开车上路 监视器画面被媒体曝光 文在寅女儿 文在寅女儿 文在寅在总统任期内已强达酒驾文明 南韩酒驾处罚以文多惠的酒色值来说 可能面临一到两年徒刑 或是一颗罚金台币12到24万元 还要吊销驾照一年 而南韩相关单位从去年开始 针对酒驾采取严格惩罚措施 至今已经没收了100辆汽车 要让酒后开车肇事不再重演 TVBS新闻就不倒 总统赖清德日前抛出了祖国论 引发了轩然大波 而马英酒办公室执行长 萧续曾就痛批 这个说法是不伦不类 不过前副总统吕秀莲则认为 赖清德是在预告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时代 国庆晚会上总统一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是中华民国祖国 这对两岸的新权势国内先论战 赖清德总统已经开始展现他的赖势幽默 预告着两岸关系应该进入新的时代 有一个预言叫国王的新衣 可能今后我们开始 用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看待台湾跟中国关系 不过马英酒办公室执行长萧续曾可不这么想 痛批祖国论不伦不类 更指着新两国论已引发国际普遍疑虑造成台海不安 严重违反台湾人利益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泽接连叹气 老实讲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总统讲这句话 他所要实现的目的 但学者分析总统谈话 其实有脉络 因为从就职演说起 总统就希望对岸当局正是中华民国存在事实 只是这球大陆似乎还不知怎么接 唯一有的反应就是派出共军绕台 其中19架次月中线进入我空域 毕竟总统的话 某部分也认同中华民国源自对岸 这也让总统子力兵直呼策略奏效 想国际话语权 确实路透社多家日媒都报道 只是美方态度又如何又是另件事了 起比较新闻 花转三千万柔 台北报道 对于祖国这个词汇 有些人的解读可能不一定是相同的 有一位在黎巴嫩的台湾人呢 他接受大陆政府的撤侨安排 顺利离开当地之后 他就高喊他认为我们的祖国两个字指的 应该是中国 自称是台湾男子 接受大陆帮助撤离黎巴嫩 事后在大陆官媒央视专访哭诉高喊这一句 说真的我常常都是这样子 就是之前我就知道 我们妈妈在南就是中国 台南谢主力认同的祖国是中国 在10月2号央视报导 大陆派出轮船和包机 有两批次 共215位民众安全撤离 其中有一位就是台湾人 不过就在10月3号 我外交部发新闻稿 表示掌握六名台人在黎巴嫩 有三人以安底临近国家 两人以家庭因素叙留 其中一人因学业考量选择不撤离 但9月临时搭乘 大陆安排货轮离开 并表示过程住处均有掌握 不过据了解外交部掌握的证人 并不是谢主力 没想到接受大陆撤侨的 还有另外一人 但截稿前外交部还未有回应 共军的战斗机挂上实弹上弹 当时在总统赖清德上任第四天 共军随即展开两天的环台军演 不过就在总统发表的祖国论后 有国安高层研判 不管总统在双十国庆的文告 发表什么内容 中共很可能展开军事演习 进行第二波的2024B 他会采取一些 就是更为更具侵略性的一些科目 来在台海周边 对我周边的船 而伤船进行类似的这种颈椎 或者是登检的方式 来增加他的这种恫吓的这种姿态 看来中共军事威胁 不得不加以严防 TVBS新闻杨清波年轩 台北唱不懂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